偶像剧教母柴志平原定今年要翻拍韓剧《我们的蓝调时光》 但上个月底喊咖 被爆料是因为金马影帝吴康仁无法演出 对此吴康仁在私人脸书指名抱怨 表示气到横格膜以下 还说过分至极 既然没有答应演出 也就不应该被拿来说嘴 还批制片公司无能 对此监制柴志平也回应 已经跟吴康仁说明清楚 也表示如果要扛责任 也不是吴康仁扛 主打台韩跨国合作 翻拍超夯韩剧《我们的蓝调时光》 当时负责监制这部作品的偶像剧教母柴志平 对外宣布时引起轰动 原定今年开拍却在上个月底喊咖 传出期间曾被征询选角的吴康仁婉剧演出 才在金马六时拿下影帝的吴康仁戏约不断 四月收到剧组邀约 但无法配合 因此婉剧接下这部作品 如今戏剧不能如其开拍 被暗指是因为他的关系 对此吴康仁气得在私人脸书抱怨 气到横格摸以下 还强调过分至极 不知道他们说谎的时候 有没有脸红 说他答应要接 却因其他的戏不接 吴康仁反指制片公司无能 却推到别人身上 他根本没有答应 就不应该被拿来说嘴 我们当初邀约的窗口也不是我 我们邀约的窗口已经跟他说明清楚了 因为没有交情 所以他对我们不理解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有机会能够把误会先解开 被点名的柴志平也在脸书发文解释 延期拍摄是为了更完善的准备 若要扛责任也应该是他扛 原本预计8月20号开拍的计划 还有部分工作未完善 他更喊话 希望原班人马明年一起拍 这回金马影帝杠上偶像剧教母 私下争议扶上台面 如今戏都还未正式开拍就掀起话题 借杨宗彦黄明胜台北报道 折腾 挺 clos的 均匀